海邊的淋浴間突然出現 頭牌色狼 被頭牌的年輕妹妹 嚇得大聲尖叫 報警處理 然後我剛好在洗頭 然後萬一我就看到他從隔壁 哪一個很像小屁 在拍 然後我在我吼他 他說沒有沒有 案發現場就在北海岸的 白沙灣海邊 因為這裡的淋浴間 是男女共用 沒想到一名許姓男子 就趁機躲在淋浴間 當起頭牌色狼 當然因為這個民間 他冠喜室是男女共用 一間一間的 所以說在旁邊是男生 他也並不唯一 都乞以為常 嫌犯被抓後 警方在他的包包裡 總共找到了三種攝影器材 除了這台高畫質攝影機之外 還有手錶型海底防水攝影機 跟這台手電筒密錄器 讓人覺得別有用心 然後這一台就是偷拍 大家在冠喜室偷拍 用手伸到裡面去 這一台畫質很好 狡猾的嫌犯 因為第一時間 就將記憶卡丟掉 警方一時還找不到 他偷拍的畫面證據 最後警方一再詢問之下 他才坦承 因為夫妻感情不好 才開始有偷拍的舉動 但一時衝動的結果 現在得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更大代價 記者竹林榮、廖宇智、基隆報導